喂,包老师,你好 不是,我不是包老师,我叫施讯 我是那个巴默斯学院地理系的 刚才听了您的这个讲座,觉得非常好 谢谢分享,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就有一个其实很比较简单的问题 您刚才说这个用蒙特卡路的方法生成了20万条 模型的这个路径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您自己觉得这个20万条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收敛性如何 因为刚才显示了一些图,就是您觉得这个收敛性怎么样 然后这个接下来一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20万条是怎么定下来的 您觉得这个20万条是不是已经达到了invariant的一个状态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对于这个收敛性对于这个结果的敏感性分析的时候 您觉得这个模型里面的哪个参数 对这个最后的结果 这个结果对模型里面的哪个参数是比较敏感的 对哪些参数是不太敏感的 或者造成这个敏感不敏感的这些参数或者数据 您是怎么看的 是这些 我觉得你问了一堆问题 就是像围绕着这个敏感性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讲的Burnin的问题 对吧 Burnin就是说你这个M3MC的这个Mixing的时候 大概我们 Lily我们做了多少 我们其实是做看了trace plot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trace plot然后来判断 然后我们的软件是export所有的trace plot 对对 所以你那个是可以判断的 如果你不满意 你是可以调整你的chain的长度 对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用最基本的 就用trace plot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条都做的 当然我们可以估算一下 就是说你跑个五六条 然后你可以看的大概在 比如说五万的时候就差不多 Burnin那个Mixing就比较好了 那个那个是就是说你可以用trace plot 或者你用不同的initial value去看一下那个Burnin的东西 我们是看了的 然后呢就试过了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Burnin本身这个东西没有一个exact的那个time 就是大概你估算一下也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那个方差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因为你方差对你的预测是很重要 现在我们是放的基本上是一个diffusion的prayer 就是很宽的一个方差 所以你看出来我们最后jennet出来的那个observed的那个white是很宽的 就是那个salmon那个color的那个 但是如果你如果学到这个你的那个对这个Burnin的知识的了解 你可以把方差调的小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就是预测出来的那个方差震动的那个幅度就会小一点 就跟我们平时就是说跳绳一样对吧 你如果绳子很长的话 你一头是抓在这个数据身上 另外一头就是说这个疫情变成零的情况对吧 eventually这个疫情都是会零 要么所有人都感染了recover了或什么的 反正它总是有个点会是 如果这个你数据观察的时间和你的疫情结束的时间距离很长的话 就像你在这中间甩一条绳子 它的那个震动的幅度是很很大的 如果这个绳子比较短的话 这个距离比较短的话 它震动的幅度要低一些 那这个绳子长和绳子短的话 就基本上就跟你的 第一个 这个绳子的弹性是有关系 它这个就跟你方差也关系 第二个当然就是跟你那个传染的传染度有多强 还有你quarantine有多强 对吧 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说你的ending point 实际上是蛮对你最后的不确定性是很重要的 嗯 好谢谢 谢谢周老师 嗯 还有人有问题吗 谢谢였습니다 呼吼 acceptance 诶 停 脑 其实 完了 我们 对 酊 乐 我们 音频道